我自己在做 所以整個四個 但是現在還是有另外 衍生的另外 雖然我們剛剛的這個邏輯性的問題 已經解決了 這個都變101 這邊的話呢 把它輸出 這邊的話 這邊65 所以以後的話 只要你這個數字是需要改變的話 你就多一個變數就好 所以以後怎麼改變 很簡單 多個變數 讓那個變數 放在你要的這個位置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但問題還是不太方便的一點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四個工作表 我是希望呢 可不可以不要按四個計算 雖然你可以個別 但是我希望 可不可以直接 我就在助專這邊按一個按鈕計算 那它就會幫我把這個 這個全部都計算完了 我不用按四個按鈕 要計算四個工作表 而是一個按鈕 就是四個全部完成 那我按清除的話 我也可以不要 就是按一下 然後這邊還要再按一下 這邊還要再按一下 其實有點麻煩 我可不可以按一下 就可以通通都清除掉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要怎麼做 應該這個需求還蠻大的 而且 其實我發現同學最常會問到的就是 老師我要跨工作表 而且 我要跨工作部 其實跨工作是跨檔案的意思 也就是將來你可能不只一個 這個人事考評的檔案 對不對 你有很多檔 那我如果呢 可以一個按鍵按下去 自動全部完成 一個按鍵按下去 全部清空 那這樣更好 OK 那只是我們sample沒有這麼複雜 那如果你要做 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sample做幾個 那你就問XiaV XiaV就會給你答案了 OK 而且沒那麼複雜 但是我覺得按部就班 我們先從工作表 工作部的話也可以 那工作部的話呢 工作表叫Worksheet 工作表叫Worksheet 那工作部的話叫Workbook OK 也是一樣 你拿一個檔案名稱給他 他一樣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很多Excel 就可以這樣同樣的方法來做 好啦 我們先解決這個 如果我希望呢 按個按鈕呢 他四個同事完成 按個清楚 四個同事清楚 那怎麼做 怎麼跟XiaV溝通 也沒那麼複雜 其實我在XiaV這個地方 我剛剛不是叫他做一個對不對 他就跑完一個對不對 那我在底下 因為這個是連貫的 當然你如果Token數量還夠的話 如果你Token數量不夠 他可能就忘了上面 因為他知道你上面 剛剛是做一個工作表 那我下面我只要敘述跟他講說 有四個工作表要做一樣的動作 OK 這樣敘述就夠了 其實不用講太多 你不用說我有四個工作表 當然最好是說我有四個工作表 工作表的名稱分別為什麼 第一個叫什麼 第一個叫住專 第二個叫領主 第三個叫 當然也OK啦 他會比較知道 所以如果我沒有跟他講 我直接跟他講 四工作表 要做一樣的事 動作的話 他能不能理解 我們看一下 其實他馬上又真的很快 幫我程式寫出來了 只是跟各位講一下 他到底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他多了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他後面加了一個array array是正列 那你會發現 因為我沒有跟他講 那個正列的名稱 所以他就自己取得四個名稱 所以怎麼辦 他取的名稱不是我們要 所以我們還是得要自己把它填上去 第一個就住專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OK 第二個是這個 領主 辦事員 助理員 那總共有四個嘛 所以就四個都把它填上去 所以把這個程式 我好像已經改完了 所以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就把它貼到這邊 就是這個 第五頁的地方 有沒有 他得到的結果 我是先把上面的宣告拿掉 因為宣告可以拿掉 所以他得到的這個sub 那剛剛本來是 序則1 序則2 序則3 序則4 我就把它直接改成 我們的工作名稱了 所以這一段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我要先確認一下 到底有沒有成功 所以把它貼在這個下方 貼上 好 那這樣的話 它的名稱 這個的話 等一下我就看 有沒有計算全部好了 看一下 這個叫計算全部 好了 好 那應該就寫完了 好 不過好像還是有個地方 沒改到 這個地方 40有沒有 要改成 這個 所以呢 你會趁這個機會自己改一下 40 選起來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把這個let's draw 把它放到and之間 然後and前後呢 再加上空白 好 這樣應該OK了 試試看好了 那它這個程式 理論上 就只是加工作表名稱 然後再加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實際上就是 幫你把 第幾個到第幾個 的 這個工作表 切過去 所以其實這邊有一個切換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let's workbook 這個工作 佈置的是這個 isail裡面的哪一個工作表 得到一個WS 所以是針對這個工作表 去做這些事情 好 那理論上應該OK的 OK之後的話 那我把它先run 把它執行看看 所以這邊應該理論上都是 清空的狀態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它就會先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執行看一下 你瞬間應該完成了 然後你滿快的 看一下結果 先確定一下40 這邊應該OK 這邊101 沒問題 這邊65 也沒問題 這邊 是22 看起來好像都沒問題 OK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也沒該什麼 那我的敘述很簡單 我的敘述就是 就是在上面跟他講說 有四個工作表要做一樣的動作 那他給我的程式應該沒問題 只是說我把那個名稱改成正確的名稱 再執行 我就直接幫我把我把那個剛剛我清楚的程式貼在下方 然後跟他講說 改為執行一到四工作表 那這一次的話 那這一次的話我直接跟他講工作表的名稱為這幾個 有沒有 四個名稱 因為剛剛我沒講嘛 所以他就直接給四個 續著1到續著4 這個是因為有了 所以他就聰明了 然後就把這個 有沒有 寫完了 寫完之後 看一下應該這個沒問題 所以這個把它改成要清除全部好了 一個叫計算全部 一個叫清除全部 然後這樣的話呢 直接把這個Ctrl C 一樣再把它貼過來 看一下 清除計算全部 好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概念跟剛剛差不多 有沒有 一樣是一個ShitName 然後一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的話 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先取這一個 鑄專 所以把鑄專的名稱 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先切到這邊 把範圍清掉 再切這個再切 之類 不一樣的道理 我來試一下 所以這個執行看看 剛剛清的話就清一個 現在清全部看看 這個沒有了 OK 都乾乾淨淨了 所以最後的話 我就再把計算清楚 按Ctrl鍵之後 再點兩個 Ctrl C Ctrl V 把這兩個貼過來之後 底下我這個改成叫計算什麼 計算全部 這個是計算全部 然後我把這兩個 記得我按Ctrl鍵點這兩個 Ctrl C Ctrl V 然後再按右鍵 你就可以去修改 他們 這個 按鈕指定的那個 那個Sub程式 OK 所以一個是計算全部 一個是清除全部 然後名稱的部分 我拿上面的名稱複製 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这个名称点一下 然后把它贴上 那就清除全部 试一下 最后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就这样 按计算全部 切过来 都有了 然后清除全部 按一下 通通清除了 其实好像也没有做很多事情 只是跟大家叙述了一下 他就帮我全部完成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页 画面再还给各位